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說到遊戲直播這項該說是活動嗎? 還是很多實況主的工作? 很多人對於這塊的印象,可能會覺得比較偏專業的領域 你需要很強大的電腦硬體,必須投入很多資源等等 那對硬體有些概念的人,還會知道雙機直播這個東西 也就是同時使用兩台電腦,其中一台專門玩遊戲或展示內容 那另外一台則是作為直播機,來獨立處理影像串流的工作 而這樣的分工模式,就可以大幅降低主機的效能負擔 並且能確保直播的穩定流暢 那也是因為雙機的架設模式 有時候會讓人覺得說直播串流的門卡好像很高,而且超級麻煩 不過隨著近幾年PC硬體的效能提升,下一台電腦的效能 要同時玩遊戲加直播已經不是問題了 我之前也有用筆電測試過,只要效能不出現瓶頸 那只要用一台電腦也能包攬直播的所有工作流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如果你也想踏入直播領域的話 在硬體配置上的思路以及門檻在哪裡? 那就我們剛剛換句作詞再開始 今天的影片是由華晴科技贊助 他們最近有推出一張有趣的主機版B650 Live Mixer 這張主機版正是為了直播串流的需求深的 除了本身有不錯的用料及擴充性之外 它在很多像是設備延遲,以及音效品質上 也都有做進一步加強 讓你可以只用一台電腦,也能獲得很全面的體驗 那來快速開箱一下 B650 Live Mixer,在外觀設計上非常個性化 採用這種亮橘色油彩圖畫的風格 然後像是手寫的Live Mixer這樣 也傳達出一種隨性奔放,並且不拘束想法創意的感覺 它算是主機版裡面外觀很具辨識度的 那B650 Live Mixer,採用的是AM5角位 可以支援AMD最新一代的Ryzen 7000 供電部分採用14加2加1項 每項可承載60Ah的電流 所以可以上到16核心的R9也沒有問題 那V2M散熱片也有做延伸至整個IU區塊上方 來擴大散熱面積 記憶體部分提供4槽TDR5 最大128G的容量 和6400MHz以上的超頻頻率 擴充槽有3條PCI-116 上方兩條分別是直連CPU的Gen4-116和-14 那下方則是走晶片組的Gen4-14 M的2槽部分也有3條 最上方走的是CPU的Gen5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散熱片有特別加厚 那下方兩條最後走晶片組的Gen4 然後SATA部分則是偏少,只給2個 所以有機械硬體的適用需求要去留意 不然就是加用擴充卡 然後IU部分是這張板子的一大重點 有看到嗎? 後面它直接給你一口氣墮達14個USB孔 其中就包括8個2.0 4個3.2 Gen1 以及2個3.2 Gen2 並且其中兩個支援滑行自家的Lightning Gaming技術 可以確保電競滑鼠還在高回報率運作下的穩定性 所以你的滑鼠和鍵盤 建議就會直接接在這兩個槽位上 可以獲得最好的操作體驗 那這麼豐富數量的USB 加上還可以擴充Soundable接口 主要就是為了直播周邊的設備需求 像是有什麼電競耳機、麥克風、視鏡鏡頭 擷取卡、回音器等等的 都是會佔用USB孔的 B650 Live Mixer就是以此需求特化出來的 所以這次的企劃 我也會把這張板子加入實測 來看看它的操作起來效果如何 那我們先來討論效能需求的部分 任何不講需求就直接挑選硬體的都是耍流氓 當然如果你是不缺錢的話 那餘地建議上現成失業者搭RTX4090 反正供頂效能肯定是夠的 但對大部分來說 肯定會希望在合理的預算內 達到最好的效能發揮 所以先確認你的需求是首要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PPT直播 或是甚麼簡單的操作教學類的 不會有複雜的畫面 那其實用一台搭內潛的文書電腦 就足以應付這類的需求了 甚至是筆電也可以 剛好之前因為疫情 很多人會經歷到遠距離上課或開會 其實你看廣播畫面的電腦 規格即便不高 但也能順利的播放畫面 這也算是直播的一種,簡單的文書直播 只要效能不要太破的電腦都是開得起來的 主要要留意的還是遊戲直播這一塊 講到遊戲,對於電腦的效能就有所要求了 要搞直播之前 你肯定能讓你的電腦跑了起要玩的遊戲嘛 不然都是空毯 那遊戲的效能的rate就非常大了 像DARLO跟2077 兩款遊戲對硬體的要求就是天差地別 所以這也會建議大家提前做功課 看看你要玩哪一款遊戲 那它對於硬體的要求在哪裡 然後因為要同時處理影像傳流的關係 系統還得分一部分的CPU和顯卡支援出去 所以要抓個大概的話 CPU通常會建議拿至少6核心以上 也就是i5或i5的等級 玩3A大作的話建議可以選8核心會比較充足一些 然後顯示卡部分的Range很大 主要是看遊戲 打RODE的話RTX3060就共用到過剩了 那如果是玩個魔物獵人世界 可能就要上個3060Ti 那玩2077上3070之類的 並且解析度也會影響效能 同款遊戲在10.5Pi4K下 顯示卡處理的像素量是放的4倍 對效能及VRAM壓力就會大很多 所以這部分大家可以依照配備性能做調整 那接著我們就來進入實際的環節 讓大家比較好去了解性能表現 這次的測試平台會留在這裡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配置的思路 CPU部分因為這次使用的是華晴的B650主機板 所以選擇8核心的Ryzen 777X 那如果你是Intel的平台 13代核心數堆的比較多 選擇14核心的1360K就有很不錯的多工性能了 記憶體部分為了同時因應遊戲級直播 所以這裡我會建議直接就32G起跳 除非玩的遊戲是像Low之類的 比較不吃醉的遊戲 不然一律將記憶體的動作給拉高 才不會面對到多工瓶頸 再來顯示卡的部分 我就拿我手邊的RTX 2070 Super來做安裝 這樣顯示卡的性能大概介於3060到3060台之間 以現金來看是屬於中階性能級距 這樣一套的配置 大家要組同等性能的話大概總價在4萬 我的目標是希望它可以應付3A大作的遊玩 同時兼顧直播需求 雖然4萬這個價格以一台遊戲電腦來說不算便宜 但如果你考量到它還要同時幫你直播 能省去搭建另外一台直播機的前提下 其實就可以接受了 要打3A還要串流 電腦還是要有一定性能水準才行嘛 那大家也可以以接下來測試 來評估這套配置的性能與自己的需求 然後這次我直播解析都會設計在硬斑P60fps 這也是目前最主流的直播規格 如果你要上4K直播的話 第一會對電腦產生更大的性能壓力 二來是大部分使用者的觀看設備 其實還不到4K 很多人會用手機觀看 更換網速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以信息來說會以1080P60fps為主 那直播碼率的部分就依照內容來設定 如果是一般的螢幕操作 那其實5000Kbps就很充足了 但如果是打遊戲 會遇到複雜的3D場景變換 那就必須調高碼率來避免畫面品質下降 像這個就是5000直播CSGO的效果 看起來畫面品質就有下降的蠻嚴重的 那把碼率往上調到8000就改善了不少 那如果是商業大作的話 就有必要上到1萬或2萬 總之如果畫面品質不OK 就是把碼率往上加就對了 但也不要超過太多 因為同時會對硬體效能及網速產生負擔 我們在進行正式直播之前 我們還能對電腦的性能做基本的測試 像這也會可以先在不開遊戲的情況下直播看看 觀察直播對系統的資源佔有多少 然後直播編碼部分通常有兩個選擇 看你是要用CPU還是顯示卡的執行 這部分就看你拿個硬體更厲害 或是說資源更充足 像我這次拿的是R7處理器 理論上多核性能是很充足的 所以我選擇讓它來做直播編碼 那開啟直播後 可以發現CPU的佔用還不到10% 代表說10.5P的直播對系統的負擔不大 我們就可以以此為基底 只要等等玩遊戲的時候 CPU的佔用率不要太高 比如70-80%以上的話 那基本是沒什麼問題 首先我們來測試看CSGO 這款遊戲對於硬體的要求不高 應該是能很輕鬆的應付 再來1.5P的其他都要全開 然後我先不開直播觀察一下硬體佔用 此時幀率達300多的增相流暢 那顯示卡佔用70幾% CPU的21%上下 看起來資源性相當充裕 所以這樣就不太需要顧慮了 直播可以直接開下去 開啟直播後這時顯示卡佔用上升一些 CPU佔用也來到接近30% 不過兩者都還沒有吃滿 並且順便完成直播工作 只是這裡的畫面品質還是有一些不好 看來麻率可能要調到10000會比較足夠 那抽完入門等級的CSGO之後 今天我們就來挑戰3A打座2077了 一樣先來測試遊戲效能 因為我們這次用的顯卡是2070 Super 所以理所當然的不能耍韌性嘛 畫質的全開肯定會變成PPT的 所以我先測試個1.5P高畫質 不開光追試試看 然後這裡有個重點 我會建議大家設定FPS的上限 像我這裡的螢幕只有60Hz 所以我把FPS上限設定在60Hz就好 這麼做的原因再來節省效能 假如沒有限制的話 顯卡往往會接近滿載 然後將FPS近橫的推高 但超過60fps之後 第一是我這台電腦的螢幕也無感了 再來也是會造成多數的效能浪費 把幀率限在60fps 這樣多出來的效能就可以更充忧地應付直播 那這當然就依照你的需求來做調整 假如的螢幕是高刷新率的 那只要效能允許的話 要往上調都沒有問題 所以像我這樣設定的情況下 加上DLSS加持 性能這樣比我預想要好很多 顯示卡佔用50% CPU不到30% 所以我進一步將解析度上調至2K試試看 這時候顯示卡佔用上升到70% CPU佔用同樣維持 所以接著我們就可以放棄的開直播下去了 大概就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接著你就可以將你的視訊鏡頭 以及麥克風給接上電腦 來開啟你的直播之路 所以像這樣你就搭建好你的直播平台了 整體來說其實就是了解你的需求和效能 然後針對這方面去做調整 有時候不是說你電腦硬體要多強 才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而是說你要很清楚了解到說 你所要做的事情 它所需要的效能機率在哪裡 在你可以硬體 可以去承擔範圍內去把它適當的調整畫質 然後達到說一個很可以使用的畫質之外 那同時也可以達到串流功能 然後在一台電腦裡面就會完成 其實如果以今天這樣的配備來講 你要用個R5 7600X然後搭配可能3060等級的卡 應該都還可以跑得起來 就是以1080P直播來說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給大家做個參考 可以自行去衡量 或是說你現在現有設備下 你也可以去用你現在的硬體 然後去測試看說 你所需要的直播大概需要怎樣的效能 然後再一次去做評估就好了 然後B650 Live Mixer的主機板 在這兒的測試中也很好完成它的任務 並且為測試它在燒機過程中的穩定性 77X的功耗基本沒辦法對它造成任何壓力 那作為一張B650主機板 Live Mixer除了能提供一些主機板的所有功能之外 它特化出來的Io接口 也帶給使用者很好的便利性 然後補充一下 它還有兩個USB口支援自家的Ultra Power技術 透過主機板將12V的電源轉成5V供電 會比直接從電源拉5V供電來說 重度負載下能有更低的壓降情況,並且能避免干擾 如果你有像是虎音器或是耳機等等 就可以接著兩個接口做使用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